週休假期的天氣狀況 可以說是越來越穩定 雖然說今天北台灣 還是有些的短暫陣雨 但是中南部地區 已經有陽光露臉東半部地區 同樣天氣也是回穩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在未來一週 天氣又會有變化了 首先看到在星期一到星期二 這段時間 主要是受到了封面往北台之後 水氣量逐漸減少 各地轉為午後 偶爾有雨的天氣型態 午間高溫的部分 在北台灣可以來到34度左右 感覺真的是有一點熱 記得外出的話 多補充水分 要做防曬 不過要注意週三之後要變天老 從星期三到星期四 這兩天封面又稍微再往南移一些 對於我們來說 影響主要封面南下之後 西半部地區降雨的情況 會更加明顯一些 原本在星期一 星期二 大約午後偶爾會有一些陣雨 星期三 星期四 整天可能都會有一些的陣雨 或是雷雨 在溫度的部分 北台灣也受到封面的影響 會有一些的下滑 不過降溫的幅度 沒有像之前這一波封面 這麼地明顯 北部的高溫 大約還可以來到31度左右 在低溫的部分 其實這幾天都滿類似的 大約都還有在24 25度以上 所以整體上來講 主要影響的就是雲層變多 在高溫的部分 北台灣稍微下滑 降雨的情況 西半部更加顯著 星期五之後 封面又會再往北邊抬 各地又轉為午後 午間熱 但是午後有雨的 這樣的天氣形態 但是要注意的是 西南風帶一些水氣進來 南台灣包含了東南部地區 都會有些的短暫陣雨 所以未來一週的天氣 主要比較不穩定 就是在星期三到星期四 週五 週六 週末假期 有要安排戶外活動 則是要小心 有些局部的短暫陣雨 那現在在晚上的這個時間 天氣狀況如何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雷達回撥圖上面 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水氣帶 在台灣東北部的海面 這些 中午過後 雖然說溫度是持續的在往上升 但是午後陣雨的 主要在中部的山區 也是有發展一些對流雲系 所以今天降雨的情況 主要在中台灣 有一波地形台升降雨 封面通過之後 又有另外一波的午後陣雨發展起來 就來看到這一張的雨量圖 跟溫度的部分 先看到在今天的累積雨量 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花蓮南投交界的荷歡山 整體上的累積雨量 目前是來到了52毫米 另外在高溫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中午的高溫 這張圖上面最熱的地方 今天中午就是在屏東的山地門 在高溫是來到了 大約在35度左右 不過要特別留意的是在接下來 溫度的部分會持續的在上升 因為接下來星期一星期二 西南風的影響 溫度是一路在拉抬 目前看起來 整個的封面雲系 大約還在台灣的北部 接近北部海面 到了星期一星期二 封面逐漸的在往北邊來移動 在這兩天來講的話 台灣附近天氣狀況稍微穩定 但是吹西南風進來 再注意的就是西半部地區 偶爾在午後有些的午後對流的降雨 另外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在台東 花東縱谷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的高溫 目前看起來 有發布了高溫的黃色燈號 主要在花蓮台東地區 明後天都有機會出現局部高溫 接下來封面雲系 又會在往南邊來帶 預計在星期三 星期四的時候 這兩天天氣影響最明顯 所以這兩天在西半部地區 都會有一些的陣雨或是雷雨發展 提醒在週三 週四 有安排在戶外的行程 一定要特別多加留意 午雨備措施 在雲圖上面還是要提醒大家 明天雖然封面往北邊來移動 各地天氣回穩 水氣減少 但是剛剛有提醒 西南風進來 局部的短暫雨 另外在東半部地區 焚風要小心 大家看到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北部地區在高溫 明天可以來到32到34度左右 那在各地天氣狀況 都算是多雲稻勤穩定 高溫32度 午後偶爾有些短暫陣雨在山區 南台灣 明天的高溫 同樣也是可以來到31到34度 而在沿海地區 陣風稍微偏強一些 東半部地區 明天天氣晴朗 而且花冬縱骨 可能會有局部的高溫 而在外島地區 明天馬祖跟金門 還是有些局部的雷雨發展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在星期日 星期一之後 天氣狀況逐漸回穩 而且星期二之前 都算是晴朗 午後陣雨的天氣形態 外島地區則是注意到 同樣在星期三之後 受到封面的影響 就連澎湖都會有一些短暫陣雨 到了星期五 星期六之後 降雨的時長會越來越短 小丁臨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明天午間炎熱 記得戶外活動多補充水分 另外在花冬縱骨的朋友 尤其這個有務農的朋友 一定要留意 可能會有焚風影響囉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資訊 我是陳志根 廣告回來 請您持續鎖定中式新聞